江九抱着大肥鹅坐在保姆车后座 表情有点不消化 鬼知道他是怎么杀出重围 进入停车场的 露露在旁边也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那群壮汉太吓人了 把大肥鹅丢地上 江九揉了揉眉心 谁安排的 咱下次买粉能走心点吗 他差点没控制住出手了 有耐钱给我整这些排场 还不多请我吃几顿饭 露露茫然道 姐 这不是公司安排的 江九抬头 呆滞了三秒 指着窗外 那群大哥真是我粉丝 他明明只有宝藏黑粉好不好 露露哭笑不得 解释道 姐你还不知道 自己现在人气有多高吗 天天热搜挂着 蓝姐这几笑的嘴 都要喝不拢了 江九的确不知道 录节目手机都没收了 生活淳朴又平静 他这会儿才不紧不慢地打开微博 一上去 消息就炸了 哦呦 粉丝都两千万了 点进自己的超话 上面的头像 衣甩的红花绿叶 他本人此刻的表情就是 地铁 老人 看手机点JPG 超话里那些ID哦 妖怪窝了吗 壮汉江丝接机的视频 也被人发进了超话 成了热门 最惹眼的 却是那只大肥鹅 江家小甜饼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 吃不完兜着走吗 好奇剩下那些村霸的下场 还活着吗 武神在我床上 活是不可能活着的 江武神吃饱了 没一只鹅是无辜的 壮汉江丝可可爱 不过武神好像被吓到了 江武神说 姐是被吓大的 看到我帮应的拳头了吗 哈哈哈 战友们快看最新视频 前一秒江武神后一秒小九九 简直不要太反插萌 江武神也有害怕的一天 又是几条各个角度的视频 被PO上来 却是江九抱额逃窜 刚出机场的时候 是狂拽酷炫江武神 看到壮汉江丝后 表情逐渐崩坏 从杀气腾腾到猛圈 到落荒而逃 前后短短十几秒而已 尤其里面一个壮汉哥哥 对着他喊 江武神歪歪DS 江九那一声的表情 充满了愁苦和嫌弃 与众心肠中 带着几分咬牙切齿地回了句 你们也歪歪DS 这句话愣是被他说出了 诅咒人的凶狠 有粉丝留言 盲猜江武神不知道 YYDS是什么意思 粉丝们是快笑疯了 一个个宛如过年 视令声 听过的阴霾 也短暂地被抛在脑后 露露也看到了那条视频 不由问道 九姐你真不知道 YYDS的意思 知道啊 江九严肃道 所以最后我反击了 诅咒反弹 诅咒 露露猛圈 我觉得你理解的YYDS 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难道不是诅咒 YYDS的意思 不是永远单身吗 江九不耻下问 露露憋着笑 明明是永远的神好不好 江武神 江九略显震撼 敏纯整个人身陷在座位里 看着窗外喃喃道 壮哉我帝国文字 博大精深 他还是见识少了 车开到了家楼下 露露帮他把行李给拉上楼 这回江九没阻拦 抱着鹅跟在小姑娘身后 等到家了之后 他才叫住露露 这几天公司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江九呕了声 把大飞蛾先放地上 直起身道 我换个问法 你出什么事了 露露正了下 没想到对方居然看出来了 江九平静地等着他的回答 也不追问 在机场的时候 他就发现露露情绪不对了 露露低头沉默了会儿 抠着手指头道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 我挺没用的 可能转不了正 很快就要走了 不过江姐你放心 公司已经给你重新安排了团队 助理就选了三个 还有专门的化妆师 以后 没等露露说完 江九摆了摆手 我还以为什么是 你是我的助理 转不转正公司 说了不算 就算转不了正 你的工资我还开得起 露露愕然地看着他 鼻子直接酸了 江姐 江九微笑 你敢哭的话 我再给你家半年实习期 露露深吸一口气 敢哭吗 可不敢哭 谢谢江姐 我会努力干活的 日出东方 江姐不败 一统江湖 千秋万代 江九闭眼揉着眉心 晚安 这孩子 激动的脑子都瓦塔了 露露从江九家离开后 整个人还沉浸在欢喜中 手机震了震 是一条微信 背注是 我的武神姐姐 我的武神姐姐 加油 简单的两个字 露露眼眶一下红了 鼻子像是被打了一拳 酸到不行 她才刚毕业不久 在这个圈子里 完完全全是个新人 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 人情冷暖 被放大了无数倍 一句加油 却暖了心 露露吸了吸鼻子 回了一句谢谢 经不住小声嘀咕起来 谁说江姐凶了 明明那么温柔 把大肥鹅暂时丢去了洗手间 明天再想办法安置 顿了 这只宠物 江九洗完澡后 就去了床上躺尸 留下露露倒不是什么 恻隐之心 只是觉得 这小丫头品性不错 有时候有点憨憨的 但也怪可爱的 女孩子嘛 这么可爱 当然要宠一点了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江九才打开微信 已经有好几条未读提示了 别叫我小点点 姐 视频我看到了 你的音原色有点顶啊 江九 已读不回 这孩子飘了 居然来嘲讽他 江云生的消息也来了 问他顺利到家了没 江九回了后 又来了一条消息 对方备注是 孙黛玉 等他点进去后 显示消息已撤回 江九发了消息过去 我到家了 孙黛玉 谁问你倒没到家了 江九 哦 你是黛玉啊 发错人了不好意思 另一头 孙小小握紧手机 差点咬最后槽牙 调戏完黛玉姐姐 江九看着最上面那一条未读微信 短期饭票 想好叫我什么了吗 江九沉吟了片刻 果断把短期饭票 这个备注给改了 薄一白的称呼他想好了 绝对符合这个男人的身份地位 另一边 薄一白早早到了酒店 他没睡 也没问江九到没有 只是看着网上的消息 刷完了壮汉粉丝的 接机视频后 他算了算时间 确定他应该到家也洗漱好了 这才发了消息过去 微信上方一直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大约过了三分钟 一张截图发了过来 薄一白点开 截图的是江九给他的备注 非常霸气的三个字 薄金主 小猎犬 有钱又有矿 金主绝对符合您的身份地位 小猎犬 薄金主 YYDS 薄一白看到金主两字时还在笑 看到后面笑容瞬间收敛 他直接把小猎犬这个备注也给改了 然后回了一条消息过去 江九都准备睡了 不料微信又响起了 他点开一看 薄金主 永远单身是不可能的 江九愣了下 不由择了声 毫无自觉地摇头道 YYDS是永远的神啊 谁说你永远单身了 影帝又怎么样 照样没文化 哎 苍天是公平的 古有文鸡起舞 仅有肥鹅叫早 江九在鹅叫声中醒来 只睡了三个小时 怒去洗手间 拔了对方三根鹅毛泄分后 他开始日常地沉练 锻炼完洗个澡 吃完早餐后 就去了公司 天风娱乐的大厦 在北城CB地区 江九一出现 立马收获了许多热情的招呼声 拍 凶途前 他来过一次 那会儿 旁人见他绕路三米 现在 见他人气暴涨 又贴了过来 江五神目不斜视 谁也不理 直奔拦解的办公室 他一走 有些人就憋不住了 拽什么拽啊 真当自己成一线了吗 虚假繁荣罢了 看他嚣张几天 尾巴都要翘上天了 以为自己搭上了 博影帝了不起 也没见别人在微博上 怎么搭理他 哼 人家手段可高着呢 何止搭上博影帝一个人 这几人刚说完 就见一道身影 又折返回来 直接走到他们面前 嚼舌根的几人 脸色骤变 江九目光在他们脸上兜了一圈 瞧着挺年轻眼面声 应该是公司的心恋习声 名字 他静止问道 三女面色慌张 想要解释 但江九的气势太破人了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敢废话一句 对方就会一巴掌 把他们压给打飞 不得不说 江五神的铁拳警告 是很多人的阴影 庞秀妮 王庆 李珍珍 江九满意地露出微笑 很好 你们的名字我记住了 江九依旧和蔼可亲 加油 等你们正式出道后 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有多了不起 说完 没管三个小才机的反应 他转身走人 进了蓝姐办公室后 对方已经知道他来了 江九开口道 助力我只要露露 以后我身边的人事调动我说了算 蓝姐噎了下 瞪着他 你翅膀硬了 江九手臂弯曲掌心朝下 比划了个翅膀的造型 手掌扇了扇 撇嘴道 还行 暂时还飞不起来 蓝姐翻起白眼 你还真想上天 不是让你休息好了再来公司吗 生前何必酒睡 死后注定长眠 蓝姐 江九咳了声 我严肃点 蓝姐现在拿他是真没辙 狠狠数落了他一顿 当做发泄 这才说起正事 你要想留下露露就留下吧 反正公司那些高层 现在估计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蓝姐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你这丫头 藏得够深啊 江九疑惑 我藏了私房钱 你都知道 蓝姐彻底炸了 忍不住动手挠他 还装 之前公司想要雪藏你 但迟迟没有下决定 那会儿我还纳闷呢 搞了半天 你关心那么硬 这么多年了 连我都瞒着 你知不知道 这次化给你的化妆师 是蓝星的运用化妆师 因为这事 她还和高层吵了一架 蓝星是谁 江九知道 国内炙手可热的大清衣 正儿八经的女一线 可不是孙黛玉这种假女神 不过剩下的 江九就不懂了 听上去 公司高层里有我的后台 江九挑眉 有意思 我自己竟不知道 蓝姐是真分不清 她是装傻 还是真傻了 你认识风铃吧 谁不认识她 天风集团太子爷 江九眸子微眯 隐约记得 这人好像和自己是有点关系 原主是华裔表演戏毕业的 对方高他两届 就读的导演戏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倒是合作过话剧 当时风铃对江九还算关照 那时候江九已经签约天风娱乐了 不过风铃毕业后去了国外 两人倒是再也没怎么联系过 这么一回忆 江九倒是想起了一些奇怪的细节 她眸光微动 她帮了我 算是吧 蓝姐微错了下眉 风铃回国了 直接上任天风娱乐的CEO 更是在高层会议上 点名要力捧江九 把蓝星的御用化妆师 分给江九 也是她的授意 不过在蓝姐看来 这么高调的做法 简直就是替江九拉满了仇恨值 她算我师兄 上学时有过些接触 后面没联系了 江九淡淡道 蓝姐听完 也没在追问什么 反正不管怎样 有资源总归是好事 你既然闲不住 那就工作吧 顺便告诉你个好消息 凶徒 能上映了 江九眸光一亮 当真 那陈导太不够意思了 我得让她请吃饭 蓝姐白了她一眼 就知道吃 你的身材管理呢 凶徒 官博那边 已重新启动宣传 搞了点宣传片出来 目前反响不错 你的热度很高 另外 魔秀 杂志 邀请你和博神派一套双人风 我联系过那边了 博神那边没问题 江九忍不住了 我的意见呢 万一我有问题呢 你还敢有问题 蓝姐一副你个 刁民不识好歹的模样 博神出道到现在 就没和人拍过双人风 你个死丫头 真是烧高香了 你给我感恩戴德 你知不知道 江九内心 鄙视蓝姐这种 因私废公的粉丝行为 姐 你神粉的马甲 真的不准备遮掩了是吗 江九态度敷衍地 听着蓝姐那些粉丝感言 微信却来了消息 博金主 吃饭了吗 江九 还没 博金主 中午想吃什么 江九思考了一下 火锅 过了大概十分钟 博一白回了消息 刚出机场 给个定位 我来接你 江九 我和你说的话 你到底听到没有 蓝姐表示不愤 江九一看他那气呼呼的样子 坏心眼顿起 听到了 不过我要去吃饭了 有人请客 谁啊 江九叹了口气 微笑道 一位需要我烧高香 感恩戴德的大好人啊 蓝姐瞬间变色 亲密地搂住江九的胳膊 九儿啊 姐刚刚草率了 没吓着你吧 吃饭带上姐一起怎么样 江九双手插兜 谁也不爱 吓着了 所以 接下来 我需要静静 半个小时后 江九在蓝姐忧愿的注视下离开 一出大厦 他就看到了 那辆熟悉的大G 车窗落下来 江九看到了博一白 招了招手就要过去 忽然感觉背后有人靠近 朝自己的手腕抓了过来 江九条件反射 顺势擒住对方的爪子 捏住手腕一个反折 一声痛哭响起 男人叫道 学妹 是我 江九看着男人 表情冷漠又无情 你哪位 风铃 风铃身高一米八 相貌俊朗 西装革履 带着一种精英人士的干联 此刻他揉着手腕 笑容牵强 与其有些抱怨 两年没见而已 学妹你就不认识我了 是不是有点过分 江九自然认出对方是谁了 不过既然动手了 还是装作不认识正当防卫比较好 尤其吧 他不太喜欢风铃看自己的眼神 太具侵略性 像是看着猎物 我给你也借过钱吗 风铃被这问题搞得一愣 这是什么脑回路 显然 他没领悟到这句话的深意 我也给你借过钱吗 不然 凭什么要记得你 江九看了眼他的手腕 医药费我出 风铃皱了皱眉 有片刻不悦 但很快又变回风度翩翩的样子 笑道 你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伤了我 哪需要什么医药费 江九眨了眨眼 觉得这人可能是刚从村里出来的 还是说孙黛玉的热度太低了 居然还有人觉得 他的爪子 是鸡都拎不动的仙仙御手吗 既然不需要医药费 那结果 风铃右侧一步 挡住去路 猝着眉微运道 我是风铃 你真忘了我了 江九美目微眯 正要开口 眼神微压地看着他身后 风铃感觉光线好像暗了点 自己像是被照进了阴影里 下意识回头 冷不丁对上一双冰冷的眼眸 对方并没看他 一言不发 却给人极强的压迫感 风铃个头也不算矮 可与薄一白站在一起吧 一米九对一米八 十厘米的身高压制 他瞬间向着弟弟 在看那颜值和气质 还是个吃猪饲料长残了的弟弟 江九看着薄金主 那张不尽人情的俊脸 心里就一个字 绝 薄一白 不饿吗 江九 呃 薄一白 去吃饭了 江九点头 愉快地和他一起离开 全城两人都把风铃当作空气 风铃回过神 脸色已黑得不像样 薄一白替江九开了车门 手底在进门处 防止他头撞在上面 等他再副驾驶坐好后 他关上车门转身的那一叉 才朝风铃邪腻了一眼 眼神冰冷又蔑视 风铃眼底满是阴影 车开走之后 他还立在原地 电话响了许久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不耐地按下接听键 脸上露出虚伪的笑意 圆圆 之前不是发消息和你说了吗 我正在开会 女人声音娇瞒 你都回国这么几天了 天天开会 我不管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来陪我 我在老地方等你 拿你没办法 风铃语气无奈 挂断电话后 他神色瞬间冷漠下去 看着手机上女人的姓名 越发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黏人惊 烦得要死 他手指一划 直接把话缘这个号码 先丢进黑名单 等晚上见面之前再放出来 省得又打电话来骚扰自己 江九坐在副驾驶上 有些出神 直到男人冷淡的声音响起 刚刚是你的熟人 他回过神 摇头道 熟人算不上 过去笑有 现在 应该算我顶头上子 薄弈白目光微动 轻安的声 眼底的双色 也像是淡了些 江九刚刚细回忆了下 与这风铃有关记忆 刨开今天初见 他就不喜欢对方这点 让他先入为主 产生这种念头的关键原因是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这风铃主动接近的原主 只是那时候 他显得要若即若离 且没这么热情 像是在试探着什么 之后他出国两年 没了消息 这次回国接手了天风娱乐 一上任就在高层会议上 表明要力捧他 江九可不觉得 自己此刻的商业价值 比得过一解蓝心 要说对方 看在老笑有的情分上 好像当初情分也没那么深吧 且如果真有情分 之前原主 被拳网黑得那么惨的时候 他没见出手相助 死来想去 这货不像的好人 既然不熟 就别去想他 薄一白语气温柔 却又带着几分深沉 影响吃饭的胃口 江九玩儿 赞同点头 宝老师说得对 薄一白鱼光腻了他眼 唇角轻钩 宝老师 嗯 男人的声音 本就低沉雌性 伟音那声音 更是带着一种 要命的撩拨 玩味又戏血 昨晚我开玩笑的 他善善道 薄金主这名 要是叫出去 他觉得对方的那些粉丝 一个个要化身赛亚人 过来与他肉搏拼命啊 薄一白低笑了起来 给他当金主 也不是不可以 要不这事翻个牌 你别叫我木头 我也不叫你金主 江九叹了口气 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何苦互相伤害 薄一白为敏纯 心道 的确不是木头 是钢筋 或许还浇了混凝土 车内忽然沉没了 两人都没吭声 江九昨晚睡眠不够 打了几个哈欠 眼皮子就下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后 到了吃饭的地方 薄一白停好车时 江九也醒了 他揉着眼睛 听到男人含笑的声音 起床吃饭了 腰 腰二 江九下意识朝后排看去 心道 保老师吃饭 还把自家宠物带上了 后排空空如也 薄一白已下了车 走过来替他把车门也打开了 俊脸上带着浅笑 还不下来 不饿吗 江九下了车 疑惑地看着他 刚刚我好像听到你叫腰 你家小猎犬也在 嗯 在呀 薄一白似笑非笑看着他 大概是你听错了吧 江九保持怀疑 但很快就被火锅的香味 给霍乱了神志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但好在火锅店里人不多 两人戴着口罩 进去后没引起太大注意 成功进入包间 服务员是个年轻小姑娘 从两人进店那一刹 就认出他们是谁了 薄神 江五神我太喜欢你们了 一会儿可以能给我签个名吗 小姑娘忍着激动问道 薄一白笑着点了点头 语气温和 等先点了菜 再签名吧 有人快饿睡着了 小姑娘看了眼江九 强忍住笑 江九摸了摸鼻子 把菜单递给薄一白 还是保老师点吧 谁请客谁点 薄一白也没推剧 快速点好了菜 选好了锅底 江九瞄了眼 赶紧道 我要吃特辣 你吃不了 薄一白不管他 直接选择微辣 我可以 又想辣的眼睛冒汗 薄一白偏头看向他 眉梢微条 真是人菜饮还大 上次一个中辣的锅底 就吃得他汗腺泪腺一起发作 特辣 还不得去医院 江九拒不承认 自己吃辣方面的菜积水平 抿了抿嘴 不太甘心地哼哼着 行吧 江九吓你 谁让你胃不好 薄一白左手转了下笔 鼻尾轻轻在他额头上敲了下 行 江九我 语气里满满都是无奈 小姑娘在旁边平住呼吸 眼神有点疑惑 又有点发现了新大陆的惊喜 拳头都握紧了 等他接过菜单后 离开包间时 脚还有点飘 最后实在是没忍住 回头对江九和薄一白 握拳比了个打气的动作 一杯白酒 天长地久 事实证明 薄神是有先见之明的 呼 似乎 江九辣的直吸气 又控制不住往嘴里塞肉 薄一白哭笑不得 还是换个鸳鸯锅底吧 微辣而已 辣得他 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听桑田说 吃火锅 不能吃鸳鸯锅 活人吃红锅 死人吃白锅 吃了鸳鸯锅 阴阳不分割 江九不断摇头 使不得使不得 说完 就是满满一块子肥牛入嘴 啊 美味 太辣了 薄一白着实无语 为了吃 都开始说胡话了 主动宣扬封建迷信 准备当法外狂徒了 薄一白打去着 帮他倒了饮料 江九来不及说谢谢 先灌下一杯解辣 抽空回道 那不至于 我这个情节不严重 个人行为祸害自身 不构成违法犯罪 我认你泥族深陷 总归不道德 薄一白笑逆向他 江九筷子一停 瞄了他一眼 果断加起一大块肉 放他碗里 又演一个wink 一起沉沦 一起罪恶 就不存在不道德了 男人眸色深了几分 看着碗里那块肉 竟难得有了食欲 余光见他吃得一脸幸福 薄一白 不绝勾起唇 真好奇 你吃那么多 都消化到哪里去了 大魏王这种人设现在很多 但那也仅仅是人设而已 正常人的胃都有个容量 可江九 是敌的确却能吃 吃饭前要有多细 吃完后还是那样子 就像身体里 有个益次元空间一般 其实 我有特殊能力 江九半真半假地说道 吃的饭越多 身体就越强壮 他说完举起手臂 比了个大力水手的动作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薄一白自然没当真 不过 后面那句话 倒是让人心情愉悦 这么说来 我不是一般人 江九点头 那当然 咱们是战友是铁杂 薄一白 薄影帝的笑容略显凉薄 下一次 他绝不会再问这种问题 无语过后 又是无奈 见他埋头猛吃的小样 又没办法 只能替他 把碗里夹得满满都是肉 多吃点饭努力发育 他意味深长道 顺便把情商也发育一下 你也多吃点 江九给他也夹了一筷子 话语顿了顿 改改你那刁钻的 千金大小姐胃口 千金大小姐 这个梗真的要过不去了 薄一白手撑着 无奈想到 是不是自己也该主动洗白一下 外间忽然响起敲门声 两人还以为是服务员 说了请进之后 却是两个陌生人 看样子像是一对情侣 薄神我们是你的粉丝 能和我们签名合影下吗 薄一白略做陈吟 签名可以 合影就算了吧 他不太喜欢和人同框 替小情侣签完名后 两人离开 江九竖起大拇指 国民度杠杠的 薄一白瞪了他一眼 刚要坐下 敲门的又来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果然不然 又是来求签名和合影的 短短十分钟之内 就来了五拨人 江九拿出手机打开微博 果不其然看到了新鲜热搜 锦号偶遇薄一白锦号 锦号薄一白 江九吃火锅 锦号 薄神小娇七 南西路38号云上火锅 陶腰包间 博神和江九在一起吃火锅 签名到手 真的太幸运了 这条微博下 瞬间聚集了大量网友 哎呀 同在北城 这家火锅昨天才吃过 呜 错过了 浑穿一个博主 有毛病吧 朋友正常聚会吃饭 这样把地址发出来好吗 理智追星 别打扰私生活OK 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 送走又一个来要签名的粉丝后 薄一白回头 就见江九在风卷残云般的进食 真真是三下五除二 就把菜给干光了 他抽出纸巾把嘴一擦 严肃道 情报泄露 战友 咱们要撤退了 薄一白点了点头 这情况 的确是不能再吃了 他出去买单之后 两人火速撤离 网上闹得是如火如荼 一些粉丝羡慕能和郑主偶遇 还有些理智粉则谴责这种repo行为 不过这里头最开心的 还是白酒CP粉了 啊 两位神仙关系 是真的铁啊 白酒一家亲 感情是真大 话说博神这么多年 也就和江五神传过绯闻吧 忽然有点期待白酒变质 楼上劝你善良 绯闻从何谈起 从化学角度说 白酒都不可能变质 只可能挥发 两位神仙都独自美丽 姐弟情可以 爱情大可不必 姐弟 楼上在说什么废机 宝神比江五神大吧 朋友两颗冲浪吗 虎口村孙小 和云生的爱情故事了解下 江丝和神粉之间的关系 一直都很和谐 不过白酒变质这种言论出来 还是引起了个别粉丝的不满 至于江九的宝藏黑粉 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江九人设崩塌了吧 施令生 李爱惜良事 私下吃饭狂点几十份菜 没吃完就走 不是铺张浪费 建议博神远离这种货色 爱惜羽毛 这些言论一出来 粉丝立马杀到 喷的黑粉是体无完肤 其中一个ID格外惹眼 一杯白酒天长地酒 现在的无脑黑真多 你在现场 你知道江五神没有吃完 很快 一杯白酒天长地酒 就在自己主页发了帖子 上面有江九和博弈白的签名 还有三人合影 正式负责给白酒两人点菜的 那个服务员小姑娘 照片上还配了文 一杯白酒 SCD我已经说腻味了 用江五神的话 回敬某些黑子 九年之义务教育读完了吗 你妈知道 你上网冲浪不带脑子吗 两位神仙都很平易近人 别再说博神不喜欢笑了 明明他面对江五神的时候 一直笑好不好 再说个好玩的事情 原来江五神不能吃辣 但人菜饮大 还想搞特辣 最后在博神鄙视的眼神中 选择了放弃 江五神还吐槽 博神味不好 绝不承认自己菜 哈哈 太可爱了 两人关系是真的好 火锅的确吃到一半就走了 因为来打扰的人实在太多了 不过真的都吃完了 浪费是不可能浪费的 江五神的胃口 还需要怀疑 走的时候 还在念叨 自己没吃饱好不好 呼吁大家 以后遇到江五神吃饭 安静离开好吗 好歹让孩子吃饱啊 瞧瞧这可怜的 这篇帖子 很快得到了粉丝的支持 心疼我江五神 保护江五神 孩子必须吃饱 饱神啊 看看没吃饱的孩子 带他再去吃点吧 警号江五神没吃饱警号 警号一杯白酒SCD警号 两个话题直接登顶热搜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话题悄然出现 警号刘云换脚 警号刘云 这部古装剧 原定主角是魏安然 不过他现在是真的臭名远播 坦伐一级保护树木这事 他事先的确不知情 团队倒能想法子给他洗 可他奋驰炸弹的画面 杀伤力太强了 他那名字一出现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哦 试问谁家电视剧还敢用它 代言商也全部溜了 最惨的 还是那些食品代言 销量惨遭滑铁卢不说 股票都跌了 在警号刘云换脚 警号这个下面的 却是另一个热搜 警号最美攀岩女神 警号 李天元发上网的视频 被人转到了微博 火速吸引了大批网友 视频里 女人单手挂在断崖边缘 周身被昭阳的光芒填满的画面 震撼了所有人的心 太美了 太强了 这个女人要上天 网友们纷纷表示 五分钟之内 我要看到女神的正脸 两位娱乐圈在逃神仙 在大批粉丝杀来之前 成功逃离火锅店 江九坐在车上 还忍不住摇头 难怪你胃不好 就这阵仗 出门吃饭是不可能的 就算吃 估计也吃不饱 不至于每次都这么夸张 薄衣白摇头 看了他一眼 没吃饱的话 再陪你吃一点 算了 江九觉得再去吃 指不定还是这结果 更何况 你下午没工作吗 薄衣白恩了声 你呢 有什么安排 江九表情微炯 回家喂鹅 薄衣白忍着没笑 送你 江九住的地方 在老城区 非常朴实乌华一小区 这套房子也是他外公的 就北城这房价 以他目前的存款 大概只够买厕所 还要看是哪个区域的厕所 江九也没明白 说好了送他回家 怎么这男人 自己也跟着上来了 借用下洗手间这个要求 拒绝了 好像也有点不尽人情 不过 显然洗手间是借用不了的 江九和薄衣白 面无表情地 站在洗手间门口 洗手间里堪称人间炼狱 那只村霸瓶一己之力 挣脱了束缚 撅着屁股 熊啾啾气昂昂地 与门口两人对视 嘴壳子一张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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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一阵乱叫 仿佛在说 你们两个愚蠢的人类 三秒过后 江九捂住嘴 哦 薄衣白也有点目不忍睹 这是鹅吗 生产队的牛 都没他这么能拉的 这玩意儿 我不行了 他是不是魏安然的兄弟 江九脑子里 又出现了魏安然的经典画面 薄衣白脱下外套 松开袖口的扭子 将袖子挽了上去 对他道 你先去休息 江九一把拉住他 别 这肥东西 我来收拾就行 你还是算了 今天我就把他送走 薄衣白哭笑不得 你就盼着这机会 把他送进自己肚子对吧 自己发过的失望了 江九蒙女语色 吃个鹅咋那么难 楼下有个宠物店 你先去买个笼子 听话 薄衣白拍了下他的头 轻轻握了握 江九眼神表示谴责 怎么又动手 买个笼子也要不了多久 那只大肥鹅 也的确得找个笼子 先关起来 太能造了 江九没磨叽 最多十分钟 我马上就回来 十分钟之后 江九把宠物店 最大号的狗笼子 拎回了家 回家之后 他闻到了 亲人心脾的 Six God的香气 屋内再无半点意味 大肥鹅被绑腿绑嘴 屈辱地丢去了阳台 小眼神显得格外怨恨 人类 你们在造反 至于那洗手间 已经干净的不能再干净 薄一白洗完手 看了下手表 神色平静道 十分钟 分秒不差 很守时 江九震惊道 你绝对是被演戏 耽误了的家政人才 名誉之星 未来嘱咐 薄一白听着他 不伦不类地赞美 忍不住想笑 眸色沉沉地看着他 目光微闪 浴室是干净了 不过 恐怕需要洗个澡 方便吗 江九 您都这么大牺牲了 我拒绝导险的不仁意呢 随意 当自己家就好 需要浴巾吗 好 薄一白轻笑着 眼底笑意狡猾 江九递了浴巾过去 粉红色的 上面还有小猪佩奇 薄一白看着浴巾上 那只社会猪 下意识又看了江九一眼 从进门开始 他就注意到了 这屋子里随处可见 各种佩奇 凶 反差挺大的 钢筋混凝土 也能有少女心 他默默记下了这喜好 进了浴室 等浴室里水流声响起 江九眼神才晃了晃 朝浴室描去 小声咕咚道 这时代的男人 这么放心去别人家洗澡 也不怕洗出问题 还好我是正人君子 江九摇头 这要放在末世那会儿 薄影帝这颜值和身材 敢这么不小心 早就被啃得骨头扎 都不剩的 男的看到他都把持不住 更何况是女的 强强名男 也不是没发生过 至于江九本人嘛 美色如狼似虎 别说看了 那是想都不敢想啊 心中无男人 打架自然神 江五神窝在沙发上 开始往上冲浪 先去看了看 凶徒 观伯发的片花 这部戏能上他心里 也是惊喜 片花剪辑得很棒 不过百灵月的戏份 像是一剪没了 到时他在里面露脸挺多 主创名单里 也没了百灵月这号人 江九给陈兔子 发了条微信过去 片花看了 我提翻了 是不是片酬也要涨价 两分钟后 陈明 老王说剧组后勤经费 严重超支 你说是因为谁 江九善善 抠啊 陈兔子 你是真抠 吃你点盒饭 你还斤斤计较 江九 陈导别抠头了 保重头发 另一头 陈明正在抠头 看到这消息 性性地放下手 咬牙切齿恨恨道 嚣张 简直嚣张 剪了 老子要把你的戏份全剪了 上次完成兔子 江九心里也舒坦了 继续翻着微博 他看到那条警号 最美攀岩女神警号的热搜 下意识点了进去 紧跟着愣了愣 那天他攀岩的时候 附近应该没人才对啊 这是怎么给拍下来的 很快他在评论区里 找到了答案 李天元本人 也在视频下冒泡了 天元第一帅 感谢大家对女神大人的喜爱 我们已找到了女神大人的弟弟 可惜他本人不在家中 天元第一帅 网上猜测的那些都是假的 攀岩的具体位置 先不透露了 嘿嘿 不过可以说一下女神大人的名字 那是非常的有文化 天元第一帅 嘿嘿 女神本名孙黛玉 江九看到孙黛玉的名字时 摸起了下巴 笑容耐人寻味 这个美丽的误会 是怎么产生的呢 果不其然 下方评论区 有网友骚动了 孙黛玉 是我知道的那个孙黛玉吗 Ed孙小小 博主这个视频 不会是在虎口村附近拍的吧 如果是那里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怀疑 对方不叫孙黛玉 而是叫孙小 懂得都懂 Eddy江九 这套山寨运动服 我想不出 还有第二个人能穿出来 Eddy江九 江九眨了眨眼 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干过 与我无关 正这时 浴室的门开了 江九抬头看到了 西方媒体称赞 薄一白为东方的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男子 如花般精致俊美 令世间所有的人和物 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江九觉得 吹还是西眉会吹 这波彩虹屁是良心的 男人站在浴室门口 一米九的大高个 使他不得不偏头弯腰才能出来 黑发如狮 齐齐朝后捋着 露出精致的额头 立体精致的五官夺人眼球 长节被水打湿后 显得更加清晰 眉眼处好似画了眼线般的深邃 尤其是眼尾那颗痣 越发勾人了 水珠划过喉结 精油锁骨 无一处不散发着诱人的美感 上次在瀑布的时候 江九就偷描过 这一次是大白天 看得更加清楚了 他大大方方地 欣赏着男人诱人的体魄 视线定格在他腹肌上 一看就知道 是正儿八经练出来的肌肉 不是齐磊那种胆固醇 蛋白质填充起来的垃圾货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大概就是这样了 就是吧 江九看着他腰间 记着的那条小猪配七的 粉红色浴巾 咬住下唇 没让自己笑出声 扑 有点可爱怎么办 薄一白眸光沉沉盯着他 语气暗哑撩人 好看吗 江九点头 诚恳地竖起大拇指 好看 这腹肌一看 就是绝世好腰 他说完 拍了拍自己的腰 不过我不羡慕 我也有 薄一白 薄一白总觉得 局面的发展 和自己预估的 不能说不一样 只能说毫无关联 这一辈子 大概都没这么无语过 或许是被刺激到了 接下来脱口出的两个字 让他下意识地想要无脸 比比 比就比 江九手机一丢 直接朝他走了过去 熊啾啾气昂昂 气势磅礴的 像是要过来与他干架 两人挤在洗手台的镜子前 眼看着江九 要把卫衣撩起 薄一白握住了他的手腕 身体朝前一压 另一只手撑在镜子上 将他困在自己双臂的方寸之间 江九上半身 下意识朝前叹了些许 抬头与镜子里的他对视 男人眸色很深 俊脸严肃到了极点 透着极强的压迫感 不比了 下次别一被挑衅 就乖乖上钩 那双眼 格外勾人 薄一白放松了对他的稚骨 后退了两步 女孩子容易吃亏 江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保老师说的有道理 不过 他看着镜子 表情严肃 这年头 男孩子也容易吃亏啊 比如刚才我如果动手的话 你可能就没了 薄一白深吸一口气 头疼得俯额 江九转过身 发现问题所在 你为什么裹着浴巾就出来了 衣服呢 脏了 薄一白回答的面不改色 二这 江九瞄了眼 小猪配其浴巾下的 那双大长腿 家里 好像有我外公以前的睡衣 你介意先换上吗 薄影帝保持微笑 不介意 江九 把睡衣翻出来后 递给他 挥掉的棉制睡衣 还祈求了 不过剩在干净 衣柜里的衣服 都是洗过的 薄一白去了他的房间换衣服 将酒在阳台 把灶粪额给关进笼子里 老年人睡衣宽松 倒不至于穿不上 只是长短肯定不合适的 裤子成了七分裤 袖子更是不用说 薄一白稍稍整理了下袖口 环顾了一圈房间 入眼随处可见的就是佩琪 还有少女心爆棚的粉红色 床边的书柜上 摆着几张合影 照片上女子笑容灿烂 紧挨着的老人家 也是一脸慈祥 薄一白看了会儿照片 笑容渐渐淡 眼里多出了一些疑惑 同一张脸 同样在笑 照片上的江九 给他的感觉却很陌生 照片上的江九 眉眼温软 看不到一点锋芒 而他认识的江九 阴气锐丽 像是出生的太阳 光芒万丈 薄一白若有所思地走出房间 台眸看到 女子站在阳台上 穿着随意的休闲卫衣 长发扎成高马尾 拿着衣架 训斥着笼中的大肥鹅 也不管那肥鹅脑子 能不能跨越种族鸿沟 理解人类语言 不断威胁着对方 再敢造愤 就顿了他 薄一白以强看着他 不觉弯起唇角 不一样又如何 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人 是什么模样就行了 教训完不孝肥鹅 江九进了客厅 上下打量了他两眼 心里赞道 不愧是衣架子 祈求的老年睡衣 都能被他穿出高级感 衣服 我丢洗衣机了 不过没烘干功能 我再让你有负担了 不至于 我怕你不自在 江九说完 见他坐在客厅 削起了苹果 有点想收回刚刚的话 这男人 简直不要太自在了 薄一白削好苹果后 轻声道 拿个盘子和叉子过来 江九无语良久 大小姐 你这生活太细致了 直接肯不好吗 他忽然觉得自己 就是个操汉 操汉默默拿了盘子 千金大小姐把苹果切了片 每片一个宽度 摆盘也很整齐 看上去像个重度强迫症 江操汉忍着没发言 直到薄千金 把果盘放到了自己手上 先前不是没吃饱吗 薄一白勾唇一笑 吃吧 江九叹了口气 心里再度赞道 绝世好难啊 极凭嘱咐 你要不先去把头发吹干 再让助理送套衣服过来 薄一白微抿了下唇 不太方便 他手机在关机状态 打开的话 不出意外 两分钟内会被打爆 江九眼神说变就变 你该不是翘班了吧 薄一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不应爹 你的敬业人设不要了吗 江九不断摇头 使不得使不得 成年人了呀 哪能这么任性 没那么严重 薄一白插了块苹果 性感的纯微章 对他比了个张嘴的动作 乖 江九下意识张嘴 苹果被塞进嘴里 薄一白满意地笑道 一场不重要的饭局罢了 本就不想参加 北城 盘古酒店 顾晨在DN次拨打薄一白电话 提示对方手机已关机后 顾大经纪人罕见地脱口成脏 抓狂了一分钟后 他整理了下着装 露出标准的社会人假笑 走回包房 实在抱歉 保老师今天身体不太好 可能不能来敷衍了 要不合作的是 改日再谈 包房里坐着的四人 都是画室娱乐的高层 坐在主位上的正式画园 他面色有些阴沉 起身道 保老师如果不愿意 和画室合作的话 可以直说 不必找着借口 浪费双方时间 顾晨笑容不变 嗯嗯点头 还有什么 画员脸色更沉 下一次顾经纪找借口时 不妨先看看微博 了解清楚 自己手底下的艺人 到底在干什么 顾晨文言 打开手机看了看微博 恍然大悟 他食指推了下眼镜框 笑道 的确是我的失职啊 画员冷笑 还没开口 顾晨画风一转 那就明说了吧 看来保老师是 完完全全不想与你们合作 这段时间 画室娱乐单方面 向媒体放料称 将与保老师合作 贵集团股价涨了不少吧 友情提醒下贵集团的公关团队 接下来有的忙了 另外 画小姐是村通网吗 薄一白先生才是老板 我只是他手底下打工的 最后 顾晨脸上的笑容 说没就没 一推眼镜 阴阳怪气道 你再教我做事 因为博影帝的出逃行为 江九只能要了他的尺码 让露露去买一套男装带过来 电话刚挂 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江九直接摁断 过了没几秒 对方又执着地打了过来 薄一白看了眼号码 道 江九眉梢微调 接通后按下攻放 男人的声音响起 你好 我是顾晨 请问薄一白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江九抬眸朝男人看过去 撇了撇嘴 你家经纪人 你自己和他说 薄一白笑而不语 顾晨 哦 不说话 看来是在一起了 江九 够聪明 也够直接 顾晨 能麻烦江老师转告一声 请他把手机开机吗 江九决定卖队友了 他听得到 话音刚落 薄一白伸手在他额头上 弹了个脑瓜崩 江九下意识就叫出来了 啊 叫声一出 两人还没什么反应 电话那头却传来了车辆急刹车的声音 紧跟着就是句 靠 再然后 对面恶龙咆哮了大约一分钟 江九眨了眨眼 看向薄一白 眼神疑惑 你家经纪人有陆怒症 薄一白摸了摸眉梢 表示不清楚 一分钟过后 顾晨的声音重新响起 颇有几分生死看待的有气无力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二位了 事我不懂事 将九插了一块苹果 礼貌回道 还好 听上去您受惊了 顾晨差点一头 砸在方向盘上 直接把眼睛都给摘了 一阵深呼吸 星星 我能不受惊吗 我受大惊了 能说明一下 你们现在在哪里吗 顾晨尽力维持着语气的平静 咔嚓 江九一嚼苹果 我家 顾晨 他现在方便离开吗 不太方便 江九扫了眼身边的男人 他没衣服穿 顾晨手抖了抖 另一只手捂住心口 好家伙 高手 牛逼 不愧是你薄一白 不玩则已 一玩惊人 衣服都撕烂了 至于那么激烈吗 母胎单身的实力这么强 你天雷勾地火呢 顾妈几个呼吸间 就挠补了一段签字小H文 囊括各种姿势角度 到最后 全变成了对薄一白 这位大老板的无声谴责 顾大经纪人语气已在颤抖 麻烦给个地址 我很快就到 江九想了想 还是把自家地址报过去了 对面又沉默了两秒 顾妈给出了最后的忠告 您二位 悠着点 终于 电话挂断 结束了这场鸡同鸭讲 江九此刻的表情 大概就是靓女语色吧 你家经纪人的情绪 好像不太稳定啊 薄一白强忍着笑意 他正在吃药 那难怪了 江九见他明显在憋笑的样子 有点郁闷 笑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 笑点在哪里 薄一白手抵住唇 偏过头不去看他 但江九看到了他的肩膀在抽动 江九未闹 你这当老板的 也该吃药了是不是 薄一白 他直呼其名 等男人洋装正常地 转过头的刹那 江九将一块苹果 直接塞他嘴里 堵上你的嘴 看你还怎么笑 自己切的苹果 自己消灭干净 江武神言辞命令道 薄一白唇角不受控制的上翘 嚼着嘴里的苹果 甜味在舌尖蔓延 尚未咽下 就已流转到了心翘 真凶啊 小鸭 他小声道 最后三个字 格外小声 你说什么 我说你和我家鸭一样凶 那不可能 江九一脸急傲地摇头 我肯定比他凶 薄一白实在没忍住 扭头笑出了声 笑声从含蓄到爽朗 再不是过往那高不可攀的高岭之花 云中跪远 江九都惊讶了片刻 反应过来 他在笑话自己 拳头都硬了 他脸色变幻莫测 拳头捏紧又松开 要不干脆捶死这男人吧 这样好像又不太人意 毕竟中午他刚请客吃饭来着 到家又帮他打扫了卫生 可不锤吧 自己心里这关过不去 正犹豫之际 薄一白没再笑了 而是主动把手伸了过来 干什么 江九硬邦邦地问道 让你打一下 小小姐 男人谋色归例 像是能把人活勾去 唇叛的笑意不绝宠密 江九目光微闪 不打你 又不是小学生 他也不是教导主任 打手板信像什么话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快速出手 直接给薄一白 来了个响亮的脑瓜崩 男人撕了声 倒不是说有多痛 更多的是惊讶的成分 他眸色微沉 没等反击 江九鼻子动了动 两人对视了一眼 齐齐朝阳台看去 啊 他怎么又拉了 江九亮女绝望 陆陆和顾尘氏一起出现的 门打开的瞬间 小助理看到江九宛如 见着了救星 顾大经纪人 就向他黑脸煞心 他冲江九汗手道 打扰了 请进吧 不用拖鞋 江九点了点头 主要没那么多拖鞋给人换 两人进来之后 顾尘下意识地 寻找薄一白的踪影 但只听到了浴室里的水声 他沉默了片刻 问道 我是来早了吗 您二位刚结束呢 不早 刚刚好 江九坦然回答 顾尘看着他 坦荡清明的眼神 有点震撼了 很好 不愧是能拿下 薄一白的女人 过去 是他看走眼了 这是一位狠角色 果然是干大事的 露露全程不敢吭声 有一种自己知道了 大秘密的紧张刺激感 乖乖 是博神在里面洗澡 难道江姐和博神 是我想的那样吗 不 不花钱也能知道 江姐 那个衣 衣服 露露把口袋递过来 表情很紧张 一旁的顾尘 也把口袋递了过来 衣服我也戴了 用我戴的吧 下次 你们记得事先准备好 他瞄了眼露露手上的男装 撇嘴道 这件留着备用吧 兴许以后还用得着 江九大大的眼睛里 大大的问号 您在说什么东西 浴室里 水声停了 男人的声音响起 妖儿 把浴巾给我一下 客厅里 六目相对 顾尘和露露纹丝不动 江九纳闷到 他平时洗完澡 都是让他加小猎犬 给他把浴巾叼过去的吗 训练得挺好啊 这么通人性 最后 还是顾尘这条走狗 把浴巾和衣服 一起拿了过去 顾经纪人回到客厅后 沉默不过三秒 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开始什么 江九面有疑问 顾尘看了眼 这位也豪迈的坐姿 想起他盛名在外的铁拳被摔 稍稍收敛了下自己的气焰 双腿下意识病拢 推了推眼镜 江老师别误会 我就是例行了解一下 也好制定下后续的公关策略 顾尘保持微笑 江九虽情伤过硬 但智商又没缺陷 顾尘来了后的诸多反常表现 他看不出端倪 那才有鬼 他沉音道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和保老师很纯洁的 顾尘微笑 嗯 我相信 江九皱眉 他洗澡是因为衣服脏了 顾尘眉稍微调 轻咳了声 顾尘就不用给我讲了吧 他继续微笑 恍然大悟般地呕了声 这样 江九嘴角扯了扯 指着外面那只灶粪鹅 实话 都是因为那只鹅 它太能造了 顾尘礼貌性地看过去 同情地看着大肥鹅 真可怜 一只鹅 还要替两个人类背锅 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量 顾大经纪人叹了口气 痛心疾首 这鹅真不懂事 江九不想解释了 博一白说得没错 他这经纪人的确是在吃药 看样子 药的剂量还有点不够 几分钟后 博一白换好衣服出来 江九上前接过浴巾 和他换下的睡衣 咬牙小声道 你家经纪人疯了 薄一白抬眸看过去 顾尘唇角轻钩 单手一推近框 眼镜片反着光 遮住了他眼底的潮色 不用管他 博一白轻声道 大约是出门忘记吃药了 顾尘是没听到两人说着什么 但内心很比是这种狗男女的撒狗粮行为 看到博一白手上那件祈求睡衣后 故意问道 哎呀 这男是睡衣啊 我外公的 江九回答道 唯恐他不幸 故意把睡衣展开 让他见识一下 是多么的老年人审美 顾尘自然是相信的 是个年轻人 都接受不了这睡衣的厚重年底感 他关心的是 外公他老人家 不在家吧 当然不在 顾尘放心了 算你们两个还有点人性 否则老年人的心脏 哪顶得住啊 江九觉得 这位经纪人的思想不太正经 薄一白逆了顾尘一眼 约某也猜到 他那龌龊脑子里 在想些什么东西 今天我先回去了 后面摄影棚见 江九点了点头 那只鹅 薄一白朝阳台看了眼 忍君不禁道 需要我帮你养断时间吗 江九住的房子并不大 两室一厅的小窝居 在养制造粪鹅 的确有点令人头突 不麻烦的话 那是最好的了 江九点头 他觉得这造粪鹅 与自己很难和平相处 恐怕活不过两日 就会进自己肚子里 两男一鹅走了 家里就剩江九和露露 江 江姐你和保老师 你们 江九插腰俯鹅叹气 是战友 露露失望了 战友情就没升华一下 江九没忍住贤气的表情 你们这时代的小年轻 怎么脑子里 只有轻轻哀哀呢 露露别嘴 怪我低级去喂咯 谁不想和保神GHS 姐你这坐怀不乱 不觉得自己有点问题吗 江九一脸高深莫测 摇头道 智者不坠爱河 愚者自甘堕落 那智者干什么 江九吞了口唾沫 智者不坠爱河 铁锅只炖大鹅 爱河伤心难过 大鹅暖心扛恶 后悔了 还是该把那鹅盾了 露露 你为何看上去如此失望 江九疑惑盯着她 露露垮着个脸 强称微笑 没有 就是被震撼到了 姐你没有心 你亲手抹杀了CP粉的快乐 一杯江白酒 经典永流传 流传个鬼啊 你们这杯酒 稍稍起点化学反应 便知升华下好不好 停车场 顾沉将灶份额丢进后备箱 博一白 直接上了他车的副驾驶 顾沉上车后 问道 你车不要了 男人语气平常 状态不好 不想开车 顾沉嘴角一扯 你不对劲 博一白闭目养神 你龌龊 我龌龊 顾沉趁机瞪了他一眼 你和江九好上了 没有 顾沉不太相信 但眼前这男人的脾气 他还是知道的 真好上了 他才不会玩什么地下恋情 只有一个可能 所以 他先前说的都是真的 您这么大一影帝 主动送上门 给他清理额分去了 博一白没理他 顾沉唇角一勾 眼笑眉疏 瞬间忘记来之前 自己是多么暴躁 内心感慨 真是美好的一天呀 薄一白啊 你也有精片啊 这洗澡而已 怎么好端端衣服 就洗没了呢 该不会是某些人 故意的吧 顾沉镜片反着光 眼神带着 看穿一切的锐质光芒 真相只有一个 也有你薄一白 魅力失效的一天啊 顾沉眸光闪了闪 想到了一个疑点 一白啊 你家真养狗了吗 好久没去过你家了 要不然 薄一白先谋懒洋洋 逆向他 问道 你的经纪人合同 快到期了吧 顾沉 呵呵 你这该死的资本家 老板好好休息 要不您去后排睡会 顾大经纪人保持微笑 不去 薄一白重新闭上眼 顾沉一撇嘴 薄一白有些怪毛病 比如他对车的后座 有种莫名的抵触 也不是完全不能坐在后面 只是那两个位置 会让他很焦躁 整个人都会变成一种 顾沉都害怕的阴郁状态 顾大经纪人果断闭嘴开车 车辆使出江九家小区 他说起了今天和画园见面的事情 之前画室娱乐屡次抛来橄榄枝 你都不屑一顾 这次主动放软了态度 给了他们希望 但今天又故意爽约 顾沉笑了笑 他家集团的股价 可是要波动不小 画室里有人招惹你了 薄衣白神色冷淡 右手撑着额头 左手拿着手机 不知再给谁发消息 的确招惹了 所以 他理所应当的 该给予对方点回馈 M国 摩天大楼内 画成熊脸色难看 秘书在旁边心惊胆战道 哈迪斯那边忽然结束合作 咱们这边的项目 怕是很难维持下去 秘书都不敢看画成熊的脸色 咬牙继续汇报 另外国内方面 今日咱们集团和娱乐的股价 都出现大幅度下跌 画成熊神色英质 这边的消息 不可能那么快传回国 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秘书擦了下汗 好像 好像是娱乐那边出了些问题 画成熊拿起手机 给自己女儿打了电话过去 盘古酒店 21楼总统套房内 画员接到自己父亲电话后 劈头盖脸 就被一顿臭骂 今天被博一白爽约后的愤怒 一股脑全上头了 所有的怒火 最后全都对准了一个人 挂断了电话 画员看着私家侦探 刚传过来的照片 照片是中午拍的 正是天风娱乐外 风铃拉着江九的手 不想他离开的画面 贱人 江九你这个贱人 画员恨得咬牙切齿 直接给李云打了电话过去 齐磊的事情 你别以为就这么过了 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 只要江九日子好过一天 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紧跟着 他又给另一人 拨了通电话过去 动手吧 我要你不计任何代价 把江九的情报 全盘掌握到手 电话那头 对方笑出了声 没问题 那时候画员眼里的恨意 仍旧未消 直到门铃声响起 他赶紧整理了下容色 过去开门 门打开 站在外面的正是风铃 画员一把将他拉进来 迫不及待地送上香吻 风铃眼中闪过不耐 面上还杨露笑意 将他推开 顺手关上门 圆圆 你先别急吗 不嘛 画员蹭了上去 语气忧怨 这么久没见 你都不想我 傻瓜 我不想你想谁啊 风铃语气温柔地哄着他 画员眸色微动 将他推开了几分 冷着脸道 你说呢 这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该给我句明白话 那个江九身上 到底有什么 值得你煞费苦心的 风铃皱了皱眉 又是这个事情 他扯了扯领带 忍着不耐道 我说过江九的事 你别插手 他对我来说 有利用价值 他能有什么利用价值 亲爹赌鬼 亲妈给我爸当情妇 当初要不是为了你 我会同意 他妈进我家大门 画员声音尖利了起来 画员和风铃 算是青梅竹马长大了 两人早早就勾搭上了 可一切都在风铃 偶然遇见江九后变了 画员至今想不明白 那江九身上 到底有什么 值得风铃煞费苦心的 当初偷偷让天风娱乐 牵下名不见经传的江九 到了大学后 还刻意接近对方 这两年看上去 是对江九不闻不问 结果一回国 又凑到江九跟前去 我都说了 我不喜欢江九 如果我真喜欢他 我会放任 你出手对付他 风铃沉下谋道 他之前那些黑料 是你放的吧 画员目光微闪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风铃心下也是厌烦 要不是风家和华家 有合作在 他都懒得搭理这纯女人 他这次回国 只有一个目的 但这件事 不能惊动太多人 一旦证实了 他捏住江九 就等于拿捏住了一张王牌 本来江九这几年 在娱乐圈不温不火的 画员一通骚操作 反倒让大众都记住了江九 这段时间 江九更是屡屡热搜 即便那一家的人 再不怎么关心娱乐圈的事 发现江九也是迟早的 全都怪画员这纯女人坏事 风铃心里厌烦的紧 但画员又知道的太多 不得不先把她给稳住 没给画员再闹起来的机会 风铃以唇风间 直接用行动 化解她心里的醋惑 江九洗完澡躺在床上 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是 恭喜你被我公司 选为幸运用户 奖金十万元 请点开下方链接领取奖励 尽快对讲 江九面无表情地看了会儿 撇嘴道 十万块 我看上去很缺钱 她没急着点开 盯着那短信里的链接研究了会儿 起身打开了电脑 几分钟后 她笑容玩味了起来 木马监听城市 有点意思 那就 玩吧 她手指在电脑上翻飞 写了一段城市后 传到手机 然后点开嘟嘟搜索 全球恐怖片排行 选好排行第一那部影片 江九这才点开了 短信里那条链接 北城一栋居民楼里 齐梦飞叼着烟和队友开黑 瞥见电脑下方有了动静 她立马退了游戏 她是个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 本身专业不咋样 但私下却是国内排的上好的黑客之一 鱼儿已上钩 接下来就让她看看 这位私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当初之所以愿意接着单生意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对方是江九 齐梦飞还有个身份 她是百灵月坚定不移的脑残粉 凶徒又能上映 原本女艺百灵月的戏份被一剪眉 江九这女三却被提卡 她这种脑残粉能受得了才怪 齐梦飞戴上耳机 满怀期待地盯着屏幕 打开监听视频 屏幕骤然黑了 一张面色死白 整个眼眶去黑的女人脸 死死对在屏幕上 霸占了所有角落 那张嘴一张开 耳机里响起坚力无比的女人奸笑 像是要把人脑子给剖开一般 啊 鬼啊 齐梦飞惨叫着一绷三丈高 激动之余 耳机线扯住电脑显示器 搅拌住主机线 一时间场面混乱到了极点 而江九本人此刻已戴上眼罩 憨然进入梦乡 魔秀的双人峰拍摄定在早上十点 江九提前了二十分钟抵达杂志社 没有带公司配给的那位大牌化妆师 只带了露露和两名新的助理 抵达杂志社后 与主编聊了聊 江九就进去订妆了 保老师已经到了吗 也才刚到不久 现在正在是服装 江九点了点 那等他订完妆了 再过去打招呼好了 这一次魔秀的主题是欲望与邪恶 整体基调属于暗黑风 又欲又撒 薄一白这边造型时间要快一点 黑色长裤包裹着两条大长腿 上衣是黑绸缎的腹骨宽松衬衣 扣子只扣到第三颗 露出精致的锁骨 胸膛处诱人的肌肉轮廓 若隐若现 头发弄成了又也诱欲带点蓝灰掉的狼尾头 喉结下还有一条黑色宛如象圈般的装饰 淡淡的烟熏装 令他整个人的气质从清冷转向邪气 隐约还带了点脆弱感 但那身材却又充斥着浓浓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有一种说不出的苍白危险 就像是诱人堕入深渊的恶魔 现场的工作人员 无论男男女女都控制不住心跳加速 忽然一阵阵惊叹伴随着丝气声响起 薄一白下意识看过去 瞳孔轻颤了一下 那一瞬间 众人仿佛看到了女王的降临 美 美倒令人挪不开眼 如果说薄一白的美是邪魅祸人 辽动荷尔蒙 此刻的江九 完全就成了欲望的华身 他身穿裹胸黑色长裙 裙身两侧直接开到大腿根部 雪白修长的腿暴露无遗 腰间的鱼骨腰风 将那小腰类的不堪不一握 身体曼妙到了极点 长发雍蓝卷翘 精致的妆容将他本就立体的五官 衬托得越发精致 顾盼之间都像勾人的妖物 他和薄一白的视线相处 两人相视一笑 他是欲望的华身 他是邪恶的主宰 两个人简直就是欲望与邪恶 这个主题的具现化 摄影师激动的都要讥较出来了 绝了绝了 这两个人是什么绝世美貌 旁边的主编也是一副要了命的样子 兴奋地深呼吸了好几次 还没开始拍 他们已经能预测到 这回的双人风妥妥要卖爆 没准还要破坏销量奇迹 两位老师 咱们开始吧 摄影师按捺不住了 他的相机已经滚烫了 将九大步走到薄一白身边 他脚下的高跟鞋就有十厘米 个头直接拔高到一米八五 他眉稍微调 深吸了口气 上层空气 好像是要质量好点啊 薄一白垂眸一笑 眸色浅全 欢迎到云端高处 云端高处没外卖 将九下和微台 我还是当凡人的好 薄一白笑出了声 视线里满是无奈 工作人员们都已经看呆了 这两位的关系也太好了吧 旁若无人的摇耳朵 真的好吗 一杯白酒是 是真的 这回真是两个神仙同况啊 保老师的眼神太宠了吧 确定这感情没一点变质 没一点升华 难道是我变质了 工作人员们怯怯私语 顾晨站在边上 一脸生无可恋 陆陆是又激动又失望 失望的是 他已知道真相 变质是不可能变质的 唉 小丫头下意识叹了口气 旁边的顾晨 也刚好爱了一声 两人对视了一眼 尴尬又无奈地笑了笑 相继挪开视线 想的却完全是两回事 顾晨 男人 你控制一下你那火热的眼神 陆陆 姐呀 你看看博神 咱能不能来点女人的原始冲动 两位老师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啊 不过可以再亲密一点 保老师可以稍微弱势一点 把主动权交给江老师 摄影师激动地讲着要求 摄影棚的布景也是暗黑系 旁边还有一把红丝绒的欧式单人沙发 这一期的主题本来和 凶土 离两人的关系也关联 博一白坐到沙发上之后 江九站在他背后 玉手从他脑后两侧 一点点下滑至于锁骨 眼神幽冷邪魅 从侧面慢慢贴近他的耳侧 右手食指 轻抚在他的喉结处 唇角轻勾 像是将要诱人堕入深渊的暗黑女妖 而与丝膜勾起人心中的欲望 博一白的头朝着反方向微偏着 俊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像是提线木偶 眼神中交织着迷茫与脆弱 摄影师快速按下镜头 摄影机也将这一幕完全记录下来 就在将九针手再度朝前试探的那一刹 博一白猛地转头看向他 两人的鼻尖轻轻擦过 呼吸向处 他的眼神从迷茫脆弱 瞬间变得锐利而邪恶 像是纯洁的天使坠入地狱 背后张开的黑色羽翼 成为了堕天使露西法 两人的姿势纹丝不动 可气场却无比强劲 完全就是两个大写的公在互相侵略 将九针盼的效益加重 眼神撕裂到了极点 眼前这个男人 只是他的玩物 薄一白唇角轻轻勾起 他是他的掌中之物 拉入堕落的深渊又岂能全身而退呢 当与他一起沉沦才对 他勾起他的下颌 笑容邪思又挑衅 我是你的玩物 你是我的囚徒 谁也别想逃出彼此的手掌心 摄影师疯狂地按着快门 呼吸都滚烫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红耳赤 啊 真的太野了 所有人都给刺激的肾上线素狂飙 这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啊 光是双方的眼神 旁人看到就已经被A的腿软了 摄影师都不忍打断了 真想让他们自由发挥下去 那个 保老师能躺在地毯上吗 江老师在上面 薄一白躺下去后 江九直接坐在他腰上 男人身体危僵了一下 摄影棚内插那死寂 江九小心翼翼问道 我太重了 压着你了 薄一白眸色微暗 不重 只是 江九看向呆掉了的摄影师 不耻下问 姿势不对 摄影师回过神 二话不说 先快门一掌 这个姿势吧 也不能说不对 就是 就是感觉不是免费就能看的 尤其江九的裙子 本来开叉就高 胯坐下去后 屯形长腿 无一步将欲望 两字凸显到了极致 别说男人了 这会儿 女人们看到 都有点顶不住 嗯 江老师的腰稍微直起来一点 保老师可以稍微扶着点江老师的腰 哎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 就好像江老师 马上要把保老师给吃掉 保老师再挑衅一点 不能就这么被吃掉 要一起快乐 主编在旁边忍不住咳了一声 我说你是不是该冷静点 你是摄影师啊 你怎么还刻上了亚维 摄影师丹尼斯才不管呢 他本来就是外国人 这些在他面前都算不上尺度 还可以更野一点 期间又换了几套造型 最后的一场造型 两个人身上都穿着黑色的睡袍 整个拍摄过程可以说 撕 色 滑 气 顺 满 唱 满 只是最后一张片 丹尼斯始终不太满意 保老师坐在沙发上 江老师就横坐在保老师怀里就好 单人沙发上 江九坐在薄一白怀中 一天下来 像这种亲密接触 不知有多少次了 只是这一回明显有些不同 睡袍很薄 他能明显感受到 从他身上传来的热度 江九感觉到了什么 下意识抬眸 眼神有点惊讶 薄一白眸光有瞬息的变化 薄唇微敏 却没有回避他的视线 四目相对间 其他人似乎都成了虚设 时间被拉缓 变得漫长一些 一种难以形容的氛围感 萦绕在两人之间 像是疯狂欢愉过后的平静 眼中只有彼此 无人可以插足 丹尼斯反射性地按下快门 实在忍不住道 保老师吻一下江老师吧